以天屠龙记,心疼小钊,和张无忌催泪告别,太虐心了。在这部武侠电视剧里,最虐心的片段之一来临了,小钊为了救张无忌,要去波斯当圣女了,小钊他一直都默默地陪伴在张无忌身边,他爱慕张无忌,但是,却不能在一起,他隐藏自己的身份,如今真的要和张无忌诀别了,这一幕真的太虐心了,而且还将心爱之人托付给了别人。 扎心啊!小钊他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,他一路带着铁链,不是被略就是挨打,默默地跟在公子身边陪伴他,照顾他,然而最终却是相望于江湖,心疼小钊的同时总是在想,感情的东西太神秘了,给人这么大的力量,让小钊心甘情愿地为他去死,去牺牲一切。 小钊和张无忌诀别这一段真是戳中泪点,其实教主也好,圣女也好,我一点都不稀罕,在我心里,我只想做公子的丫头,一生一世服侍你,永远不离开你。 你答应过我的,不是吗?太心疼小钊了,天一弄人,终究是要相隔万里,后悔无期。 小钊要离开了,他还在为张无忌考虑,他将张无忌托付给了赵敏,希望他能够代替自己照顾张无忌,这个傻姑娘,真的太傻了,为了心爱之人真的付出了所有。 小钊临行前将张无忌托付给赵敏,并告诉赵敏,张无忌最喜欢的是他,小编不仅心疼小钊,也有点心疼赵敏,他突然从强势的一面转为弱势,一时还有点适应不了,又是被看哭的一天,尤其是赵敏努力地想把小船推走,不想回到中途而和张无忌分开的那一面,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子。 他们两个都爱着张无忌,张无忌何其有幸啊?小钊催泪离开了,小钊的爱是完全无私的,达到了无我的境界。小钊处处为张无忌着想,几乎不考虑自己,几个女生里面小钊最通透看得明白,人说这样也没有办法除了心疼还是心疼,小钊这个角色改编,确实没有什么诟病的。